在上一次奥运冠军成龙表演赛翻车之后 这一次成龙又来了一次表演赛 不过这次的成龙就没有放水太多了 对方的水平差不多是省级二队 小伙子上来还是有点紧张啊 毕竟对手是奥运冠军啊 一个放完后直接插穿 好球 好球 太牛股了 好球 这怎么接啊 是球座 这打得太轻松了 一个偷货场直接刷穿 这就是指引和普通的差距 看看成龙这种反拍的力度 太轻松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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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居然放过来了呀 可能都有点忠惑了成龙的意料 那有人杀死了 就放松了 嘿嘿 哎呦 成龙尼马就给对方协了一趟防守 嘿嘿 换球 快点 哦 这两个球 也有点 哇 这两个球 哦 哦 哎呦 好球 哎呦 好球 快一管 居然打了一个滚王球 哎呦 好球 成龙要得分 真的太容易了 这种扣扎对职业来说都没有发力 但是普通人都接不到 并且这个小哥还不是普通人 哎呦我被我笑罢了 大了 还想来一个勾对角 自己要求太高了 那这样第一局就结束 对方也仅仅拿到两分 这就是普通人和职业的差距 稍微一认真就没法玩 站着不动 都能和你打 如果你上去 能拿两分吗